Listen to 漏毒漏毒 你好毒 大家好 我是C小編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保养教室小学堂 这次要谈到的是和爱情一样 既是毒药又是解药的 漏毒感菌 没错 一切就从毒开始说起 1793年一场发生在德国小镇的食物中毒世界 意外让人们发现了漏毒感菌的存在 1954年聪明的人类开始将它使用于肌肉肌卵的治疗 十字间日 肉毒感菌咬射 已变成了医学美容界的代表特首 掌控着人类肌肉力量的神秘能力 肉毒 Bartonium toxin 源自于拉丁文中香肠的意识 是的 没有开玩笑 200多年前的食物种族就是从香肠开始的 正常情况下 冷顶的神经末梢 会分泌能使肌肉收缩和触记细体分泌的 乙烯胆间 也就是启动 肌肉运动的关键精药 but 当肉毒感菌素粘在神经末梢上 就会抑制以性感解的分泌 没有了药食 自然就无法自己掌握肌肉的缩缩啦 肌肉 out 啰 由此可知 一点点尽量的肉毒感菌中毒 就能够让呼吸肌肉被抑制 呃 呵呵呵 呵呵 外传 肉毒还可以被拿来打作生化武器喔 一点都不夸张 但那怎么可怕的东西都还是有适合它的应用方式 好像是我们脸上的动态温 人在在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好准肉毒感菌在除臭霉纹的失忆症之后 就泄露了肉毒漩温啦 而治古药草也蔓延到了世界各地 直到现在也心意美见的TOP1喔 说到这 热门影集《欲望吃事》中的Semesa也曾在剧中提到 我不相信合音 但我相信肉毒感菌至少它每次都见笑 现在大家都知道肉毒感菌的作用了吗 让我们用三个口诀来做记忆喔 搜 如果你爱笑 爱休息 爱笑肚点 脸上有一堆来自肌肉酥酥的作文 可以在局部注射肉毒感菌素 让周围肌肉的缩缩力降低哦 等 lanz来打咀嚼肌可以收小点 让来打小腿肌可以收小腿哦 至于为什么那么多人打来脸三叮 脸叮 多半是因为师打部位 注射绩量以及睡额招库的问题 一定要找有經驗的醫師評估跟視錯 說好避免按摩施打的部位 別讓露毒感菌素擴散了 放鬆到不可以放鬆的區域 造成另外最新的效果 總而言之 露毒感菌素運用在美容廚中 已經有30多年了 可是醫美界的大前輩 只要跟著C小輩的腳步 就不怕副作用來攪局唷